大家好,最近心机飞和海克斯科技比较火了 说了大多数人不敢说的话 为什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医院得病的人越来越多呢 定层口入,牛肉干都不是牛肉 西红柿不够红,来点乙烯剂 土豆不够大,来点同大剂 1800多种添加剂 基本要覆盖了我们所有的食物的方方面面 你要想吃点没有科技含量的东西 基本上很难很难 我们病狂住院的大部分都是帕金森患者 80%以上是农村的朋友 我给大家说一个数据 中国有一千多种农药 确实有二十多种害虫 我国每年农药的用量是337万吨 我们农民天天暴露在洒虫剂污染之下 接触时间越久 患病风险越高 最后送给星级飞一句话 当世界都变得浑浊不堪 清白就是罪 但我们会发自内心的感谢星级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